歡迎收看今天文獻的 世界財運週報 IMF預測全年今年 全世界的經濟成長率加起來 只會成長3% 全球都不好 歐洲更不好 第一個理由是 低利率的時代已經完全結束了 過去我們在金融海嘯的時刻 為了刺激經濟都是低利率 而現在是通貨膨脹的時代 所以美國不斷地暴力升息 而歐洲央行為了對抗通貨膨脹也升息 這個升息的結果變成 第一個是高利率的時代 跟以前低利率完全不一樣 這以前很容易 而且你可以不斷地投資 不一樣了 第二個 它就會衝擊了很多金融體系 所以我們之前看到 美國中小銀行的倒閉潮 然後歐洲的甚至瑞士現在都差點倒閉 然後最後被瑞士銀行給接管 現在包括目的等 都還在調降美國一些銀行的評級 連Bank of America都被他們點名 所以不只是中小銀行 所以金融體系有問題 所以美國在談中國的金融體系 美國自己的金融體系有問題 歐洲有問題 中國金融體系大銀行沒有問題 就是影子銀行也有問題 接著就是中國自己經濟增長放緩 這個對全世界來講是一個大消息 所以過去美國不怎麼好 歐洲不怎麼好 可以靠中國 現在三個都不好 三個都不好 在這個情況裡頭 它形成了全球經濟 全部同步放懷的現象 那中國不好衝擊亞洲最嚴重 美國不好對亞洲也衝擊很大 那某個程度來說 像台灣它對歐洲的出口是很重要的 所以台灣是全世界一個主要的出口經濟國 在這個情況裡頭 全世界沒有人可以在這個地方可以笑哈哈 連大家覺得經濟成長率最高的 不過是印度也就是成長6%而已 所以這是全球經濟很不好的一整年 明年也不會好 來看一下中國經濟放緩的問題 中國經濟放緩是怎麼形成的 有的人說是習近平 他是獨裁者 他用了親信目的 這是中國內部的一些觀察者 第一個對現在中國政府體制的直接的批評 他認為習近平並沒有用最能幹的人 因為過去中國在改革開放時候 可以快速的崛起 除了勤勞的農民工 以及當時的世界工廠 這樣的一個模式很適合中國的整體的經濟 他的勞動力可以大幅發揮之外 很大的原因是中國有非常強的官僚體系 一流的人進入政府裡頭做事 習近平上台之後 他的反貪腐打過頭 導致很多官僚不敢做事 很多人也不願意進政府部門做事 接著他完全提拔了親信幕僚 其實中國主要的領導班子裡頭 並沒有出色的 特別是在經濟領域 在國際事業裡頭 可能外交非常好 可是在國際經濟裡頭 可能不夠出色的人 沒有能力幫助中國走出這一次 全球經濟在疫情之後同步放緩的狀況 以及處理中國的房地產危機 這是中國內部的一些人的基本看法 在中國之外 西方當然有他的這個現代化的一些理論 他都認為習近平的獨裁本身 跟造成中國的封閉 而這個封閉 就會使民間失去他的活力 這是現代化理論裡頭 經常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當你對一個體制過度封閉的時刻 民間的企業就不可能衝刺 而中國過去 他的經濟很大型的成長裡頭 民間的貢獻是很高的 民間企業的貢獻力量是很高的 現在民間的整個企業被壓制下來 在前一陣子被壓制下來 最近才開始放鬆 可是有一點來不及 大家對這個政府的信心是不足的 投資不足 你的政策的不穩定性太高了 這是西方基本上對習近平的看法 而著名的這個在 玻璃圍牆倒塌之後 曾經說歷史的終結論的歷史學家 福山 他特別談到了中國的債務 他說他習近平 基本上當時的所謂的中國夢 是浩大喜功的一帶一路 會形成中國隱藏性的債務 所以也造成一個未爆彈 所以有非常多的問題 一個一個都指向全部一個同樣核心 叫做習核心 什麼叫習核心 不是習近平的權力核心 而是所有對於中國現在狀況不好的原因 都是因為跟他的政府過度專制 還有他過度政治控制 他的政治控制不是對於老百姓而已 還包括了所有對於政府部門的主要官員 他希望完全是他的親信 這種過度的政治控制 使得人才沒有進入中國最好的政府部門裡面 也沒有進入最高層裡頭 而中國現在最大的危機 除了大家都已經知道的房地產之外 很多人講的金融體系 我們在昨天文獻師的時候談到 中國的銀行監管還相當的好 它不會發生雷曼兄弟的問題 但中國最嚴重的問題 就是當你經濟趨緩的時候 年輕人一級畢業生去哪裡找工作 而他們又不願意向政府所要求 你趕快下降 還是到城裡頭去 中國青年現在出現了蠻大的一個問題 也成了一個政權不穩定很大的隱憂 中國現在不公佈青年失業率 因為他上次公佈的時候 是高達20.4%到20.6% 兩個數字都有 在美國有一個勞動經濟學家就談到 他說以前中國公佈的青年失業率只有4點多 當時我就覺得懷疑怎麼可能 就一下子就跳到20點多 他說他下巴都快要掉下來了 那麼中國青年失業率你不公佈 他的失業率就是這麼高 所以他形成中國內部很大的一個隱憂 目前他不斷地希望他們能夠下降 但是看起來這個狀況 並不是年輕人都願意接受的 而城鎮化我在上禮拜特別提到 城鎮化本身才可能帶動房地產 帶動中國的內需經濟 可是城鎮化本身要有一個堅決條件 就是全世界有這麼多的訂單 這麼多的工廠 這麼多的需求 可是世界的經濟是放緩的 從金融海嘯 貨債危機 到後來疫情來了 所以整個中國的經濟在全世界各種不同的衝擊之下 一直全球經濟沒有付諸 中國的城鎮化也是失敗 所以房地產就形成了一個最後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稻草 直接要到中國的經濟裡頭 它形成了40年來最大的一個危機 但這個危機要解除它某程度必須開放出 它某些可以衝刺的一個力量 而習近平還是他一個人說了算 這樣的一個封閉體系能不能解決問題 我們今天引用相當多的是西方人士的看法 自華府上個世紀70年代開始 對北京實施接觸政策 雙方關係半世紀以來的緩和 主要都是基於聯合次要敵人打擊 主要敵人的戰略損機 以及追求經濟上的共同利益 等到這兩個因素都隨著時事推移而消失 兩國間原本制度和觀念上的差異 就在不斷的接觸中反覆摩擦 而變得更加尖銳 其中最令華府人是如梗在喉難以下咽的 就是中國政治裡的密室 不透明 黑箱特色 事實上中國是外交的隱晦 和背後的制度規範欠缺問題 從一帶一路 近年來在全球各地 引發的窮國債務危機當中就可見一般 由於帶路計劃中的公路 鐵路 港口等基礎建設 往往是由中國國有企業承包 再由中國國有銀行借款擔保 招標與貸款過程 缺乏對於市場需求和工程可行性的評估 以至於開工之後 往往問題重生 或因環境污染停工 或因貸款利息過高 營收過低 而導致借款方還不出貸款 只好由該國政府介入 尋求歐美主導的IMF等國際機構幫忙紓困 然而 當國際機構調閱合約 試圖釐清債務結構時 卻發現債務國與中方的合約條款中 夾帶了合約以外的國家擔保項目 這些隱藏的債務 因為難以估算形成未爆彈 2022年美國經濟學會一篇報告 就指出帶入的隱性債務 意味著某些國家可能已經實質違約 只是沒有在賬面上顯現出來 因為在於是,至於是,在於是, 他們叫做《壞的》 是困難的 解釋的方式 what is the content of the agreement what are the different provisions so indeed the problem of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the problem of the defaulting debts or the need for reconstruction for the debts of also Central Asian economies go hand in hand it seems counterintuitive that you've got a country moving away from the era of Mao Zedong and big man politics you know and that's been the story of the last 40 years why is it going back to that that seems strange a very modernizing country but it's using this sort of old-style politics so we don't really know what his power is and all the information because there's so much concealment I think that's very deliberate this is the sort of country where the black box of politics is sort of deliberately kind of locked because it's kind of that's powerful to know that information is powerful 最近在外交政策期刊上 由知名中国问题作家张燕 所撰写的一篇评论 以停滞年代 习近平的封闭政策为题 认为当前习政权下的中国政治经济 所面临最大问题是当权者的统治手法 和治理思维 已经走回毛泽东时代的艺人专制 封闭老路 而之所以会做出这个结论 是依据张燕本人在今年春天北京 取消清零政策之后 亲自前往中国 与各地泛夫走卒 学者友人交谈之后 所得到的第一手观察 张燕认为 如今在中国 不管是出入旅游 还是日常采买 政府的监管控制 尤其针对境外人士 从APP到信用卡 到各种申请表格都日趋严密 而在排斥外来思想入境的同时 北京当局对于内部 过去享有一定自由度的 中国学术圈和大学校园 也同步缩紧管控力道 许多涉及宗教 甚至稍微碰触历史敏感议题的 学术期刊和专书 都被挡下或禁止出版 相较之下 所谓习思想 则是被极力鼓吹 无所不在 整个社会各个角落 而中国迷漫着一种 封闭内卷的停滞气氛 我认为这个经济会代表 Xi Jinping's Achilles heel 而且它轻软了为几种原因 有些过程的过程,有些过程的过程 国家越来越老了,现在1.16% 第二个最低的在 Asia 开始增长的国家 而现在有些过程的过程 这就是过程的过程 但第二个过程是过程的过程 欧美观察家认为习近平之前的胡温体制 之所以能为中国稳定贡献两位数的经济成长 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当时的技术官僚 愿意在社会的言论和宗教开放上 做出部分妥协 或至少展现出妥协的意愿 如今,面对异后经济持续低迷的危机 该如何调整做法或在市场政策上做出让步 同时又不违及政治与政权的稳定 将决定中国接下来是否陷入西方人士 所预言的停滞年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